欢迎大家收看香港简报、国语版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大学生被告知要避免参加针对李克强的私人追悼活动 中国学生为了减压而转向东南亚大学 必求首次亮相奥运会是香港人提升水平的激励 教练表示 请大家收看 中国学生为了减压而转向东南亚大学 南华早报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在东南亚国家如马来西亚 泰国和菲律宾攻读研究生教育 这些国家相比于美国、英国、新加坡和香港等热门目的地 提供了更低的费用和较少的激烈竞争 较为轻松的申请流程和友好的入学要求 对于对当前状况不满意 但预算有限的中国学生非常有吸引力 此外 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更紧密的文化和经济联系也吸引了中国学生前往东南亚 中国的竞争环境加上经济前景黯淡和就业压力 正在推动更多中国学生出国留学 中国毕业生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 再加上新毕业生人数创新高 使得出国留学成为许多人的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在东南亚的大学中 即使是那些在全球排名优秀的大学 入学要求通常也更宽松 这使得中国学生更容易获得录取 此外 与英国和香港等国家相比 东南亚的留学费用更为可负担 这对于资金有限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吸引人的选择 然而 一些中国学生仍然将东南亚的大学 视为一个跳板而不是最终目的地 许多学生渴望在美国攻读研究生教育 以获得更好的就业前景和职业发展 尽管东南亚的留学吸引力 中国就业市场的竞争性 以及对于终身公职安全的渴望 正在推动学生追求更高学位和更好的资历 总的来说 较低的费用 较少的激烈竞争 以及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文化和经济联系 使得该地区对于寻求研究生教育的中国学生 越来越受欢迎 碧球首次亮相奥运会 是香港人提升水平的激励 教练表示 南华早报 香港即将卸任的女子碧球教练赵永贤 Rebecca G. Wiening 鼓励选选手们提高水平 以争取在2028年奥运会上取得一席之地 赵永贤认为 碧球能够进入奥运会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选手们应该努力提高世界排名 增加参赛机会 赵永贤在2002年亚洲运动会上赢得了金牌 他相信奥运会是运动员们最重要的舞台 最近举行的香港碧球锦标赛中 刘子军和李嘉义分别成为男子和女子冠军 中国大学生被告知要避免参加针对李克强的私人追悼活动 南华早报 据报道 中国大学已指示学生不得组织私人纪念活动 以纪念4月15日突然去世的前总理李克强 此举被认为是为了避免政治动荡 特别是考虑到1989年前共产党主席胡耀邦去世后引发的暴力抗议 据报道 一些教育机构还告知交职员工留在校园并报告任何私人哀悼活动 而其他学校则禁止学生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政治评论 数百名哀悼者在中国东部的李克强前总理的童年住所前献花 多伦多新报 数百名哀悼者聚集在中国合肥 向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的前中国总理李克强致敬 李克强在过去10年中担任中国最高经济官员 并在应对中美关系紧张和COVID-19疫情等挑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尽管被视为前共产党领导人胡锦涛的潜在继任者 李克强去年被从常委会中除名 并于3月辞职 他的离职标志着中国政府从倾向于技术官僚转向中于习近平主席的官员 不可阻挡的Colman Wong继续攀升ATP排名 晋级澳洲决赛 南华早报 香港网球选手黄伟在澳洲的普雷福德城市国际ATP挑战赛中晋级决赛 这位19岁的选手在半决赛中以四横线六、七横线六、六横线五逆转日本的三号种子田中太郎 黄伟在过去的17场比赛中赢了15场 连续第4次晋级ATP挑战赛和ITF赛式的决赛 在16强赛中击败世界排名第64位的科基纳基斯 并在半决赛中击败世界排名第100位的田中 黄伟在ATP排名中有望进一步上升 香港在亚洲残奥会上获得乒乓球金牌 城市在最后一天大放异彩 南华早报 香港的乒乓球选手和轮椅剑级选手在杭州亚洲残奥会的最后一天赢得了一枚金牌和两枚铜牌 乒乓球女子双打组合吴梅慧和黄婷婷赢得了金牌 而黄丽珍和黄佩琪赢得了铜牌 在轮椅剑级比赛中 香港的女子配剑队通过击败韩国赢得了铜牌 香港在奖牌榜上排名第9 总共获得了47枚奖牌 其中包括8枚金牌 中国以521枚奖牌获得第一名 其中包括214枚金牌 马来西亚的电影在国外取得成功 引发了异常自我反省 日经亚洲 马来西亚电影业面临着严格的审查法规和有限的融资渠道等挑战 尽管获得了国际认可和赞誉 马来西亚电影作品如《虎文》和《石规》 获得了全球认可 马来西亚女演员杨子琼也因出色表演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然而 马来西亚政府的政策并未为马来西亚电影制片人和演员的成功做出贡献 许多马来西亚演员 包括杨子琼在内 都走出国门寻求更好的机会 凸显了马来西亚机会有限的问题 马来西亚的电影业也存在着极端化的问题 马来西亚的演员获得了大部分高预算角色 而华裔演员则经常前往美国或中国寻找工作 马来西亚的审查法规和保守的文化规范对电影制片人提出了额外的挑战 禁止了涉及LGBTQ议题的电影 并对种族、宗教和皇室等议题进行了限制 制片人必须在这些敏感问题上航行 以避免法规的后果 尽管面临着种种挑战 马来西亚的电影业正在取得进展 包括商业大片和独立制作 然而 业内人士认为 结束审查制度并改变政府政策是该行业长期繁荣所必须的 新的商业实体 如亚马逊Prime Video 正在进入马来西亚市场 而澳流媒体服务也在稳步增长 政府正在努力更新和修订国家电影法 并宣布了支持电影业的举措 包括税收优惠和娱乐税的减免 然而 为了确保马来西亚电影业的长期成功 还需要进行更广泛的政策变革和更多元化 独立的审查委员会 台湾有达光电转向汽车显示器的上游生产 日经亚洲 台湾显示器制造商有达光电 AUO 已同意以6亿欧元 6.34亿美元 收购德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BHTC 以其与汽车制造商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作为全球最大的车车载显示器制造商之一 AUO希望能够更好地了解发展趋势 以与中国竞争对手竞争 BHTC是一家一级供应商 为奥迪、宝马和奔驰等汽车制造商提供零部件 AUO希望通过收购来了解主要汽车制造商的技术趋势 政策演说应该制定香港数字未来的计划 南华早报 根据杨德斌和区伟文的观点 鉴于区域竞争的家具和技术变革 香港对土地销售和旅游业的依赖需要重新调整 今年的施政报告将香港发展成国际创新和科技中心 作为重点 提供了一个令人鼓舞的起点 然而 香港还必须专注于在技术 创新和企业方面建立实力 并保留人才和资本 以实现持续的经济活力 作者们认为 香港拒绝为著名的天安门广场学者发放签证 半导电视台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何颖纳因研究 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而闻名 但他的签证延期被香港移民局拒绝后 被解雇 何颖纳是天安门流亡者 中国民主斗争的声音 艺术的作者 并发表了许多关于中国民主运动的文章 此举被视为中国政府在学术界进一步实施审查和修正主义的证据 近期 香港拒绝了外国批评家 包括记者和活动家的签证 香港领导人承诺不会针对房价 并承诺提供清晰的细节 南华早报 香港特首李嘉超承诺不会以价格为目标 承认潜在和现有房主的利益存在冲突 他表示政府的角色不是控制房价 而是确保未来的住宅供应能够满足市场需求 并提供清晰的信息帮助居民购房 尽管房价持续下跌 香港的住房仍然是全球最不可负担的 政府旨在通过恢复资本投资入境计划来吸引投资 该计划将向投资至少3000万港元 380万美元的人士授予居留权 中国军食生物在美国市场取得罕见成功 获得FDA批准 彭博社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已批准首个中国研发的抗癌药物Lockercy 用于治疗鼻烟癌 Lockercy是一种PD 以抑制剂 这是一种利用患者自身免疫系统对抗肿瘤的癌症治疗方法 虽然该药物在2018年已在中国批准用于治疗多种癌症 但其在美国的批准目前仅限于鼻烟癌 这一批准对于中国药器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他们一直面临着临床试验质量和开发创新疗法的能力的审查 FDA以前曾因数据不代表非中国患者而拒绝中国公司的癌症治疗方法 Lockercy的批准代表着中国生物技术公司 在进入美国市场方面的一个罕见的成功案例 加州州长的访问表明美中两国在州级别上 仍然有可能进行接触和交流 美联社 加州州长加文、劉森访华讨论气候变化被视为美国总统乔 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1月份举行的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上会面的一个步骤 此次访问凸显了加州和中国之间现有的关系 甚至证明了两国之间的合作是可能的 中国对此次访问的热烈接待清楚地表明 与加州合作既是所期望的 也是政治上安全的 尽管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年中恶化 但中国仍将美国各州视为务实的商业合作伙伴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每周的简报观察员 这次为大家带来了一些有趣的新闻故事 首先 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学生转向东南亚大学 攻读研究生教育的趋势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前往马来西亚 泰国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 攻读研究生学位 这些国家提供了相对较低的费用和较少的竞争 而且申请流程也比较轻松 与此同时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和经济联系也吸引了中国学生 当然 一些学生仍然希望能够进入美国等国家 攻读研究生学位 以获得更好的就业前景和职业发展 总的来说 这个趋势反映出中国学生对于研究生教育的需求正在改变 而东南亚地区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受欢迎的选择 接下来 让我们看一下壁球首次亮相奥运会的消息 香港的壁球教练呼吁选手们提高水平 以争取在2028年奥运会上取得一席之地 壁球作为一个新兴的运动项目 能够进入奥运会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对于壁球运动员来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舞台 在最近的香港壁球锦标赛中 一些选手表现出色 获得了冠军 这些表现无疑为他们的奥运梦想增添了动力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学生被告知避免参加针对李克强的私人追悼活动的新闻 根据报道 中国大学已指示学生不得组织私人纪念活动 以避免引发政治动荡 这是出于对过去类似事件的担忧 特别是考虑到1989年前共产党主席胡耀邦去世后引发的暴力抗议 这一措施引起了一些争议 一些人认为这是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然而 政府表示这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 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东部的李克强前总理的追悼活动 数百名哀悼者在李克强的童年住所前献花 表达对他的尊敬和悼念 李克强在过去十年中担任中国最高经济官员 并在应对各种挑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的突然离世引起了许多人的震惊和悲伤 虽然李克强被视为一位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 但他在去年被从常委会中除名 这被视为中国政府转向更加重于习近平主席的官员 再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香港网球选手黄伟在澳洲挑战赛中的表现 黄伟在比赛中表现出色 连续第四次晋级决赛 这位年轻的选手在过去的比赛中赢得了多场胜利 并有望在ADP排名中进一步上升 这是对香港网球的一个重要的突破 也为香港体育界带来了一些鼓舞 接下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香港在亚洲残奥会上的表现 香港的乒乓球和轮椅剑级选手在亚洲残奥会的最后一天 赢得了一枚金牌和两枚铜牌 这些选手的努力和表现令人钦佩 他们为香港争得了荣誉 香港在奖牌榜上排名第九 总共获得了47枚奖牌 其中包括8枚金牌 这是香港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取得的一个重要成就 然后 我们来看一下马来西亚电影业的现状 马来西亚的电影业在面临着一些挑战 如严格的审查法规和有限的融资渠道 尽管如此 马来西亚的电影作品在国际上获得了认可和赞誉 然而 马来西亚政府的政策并未为电影制片人和演员的成功作出贡献 许多马来西亚演员不得不走出国门寻求更好的机会 这显示出马来西亚电影业的潜力有限 马来西亚的审查法规和保守的文化规范对电影业提出了额外的挑战 尽管如此 马来西亚的电影业正在取得进展 并且政府也在努力提供支持 此外 让我们来看一下台湾友达光店收购德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的消息 台湾显示器制造商友达光店希望通过收购德国公司来与汽车制造商建立更紧密的关系 以应对中国竞争对手 这一收购对于友达光店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也表明中国公司在进入国际市场方面的竞争力正在提高 最后 让我们来看一下加州州长访华的消息 加州州长访问中国 讨论气候变化等问题 这被视为美中两国在州级别上的接触和交流的一个重要步骤 这次访问凸显了加州和中国之间现有的关系 并且证明了两国之间的合作是可能的 尽管中美关系在过去几年中面临着困难 但加州和中国之间的合作仍然是务实的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故事展示了不同领域的动态和变化 从中国学生转向东南亚大学 到香港必求选手的努力和成功 再到中国抗癌药物在美国市场的批准 这些故事都充满了希望和挑战 我们期待着您的想法和问题 请留言和我们分享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六博士 下次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